这个课程的纲要,后面会带那个所谓的证照的题目 所以那个证照的题目,其实第五类部分 这个证照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其实可以先看一下,我们在云端上面 有个证照考试,那当然这边有分类 第1类,第2类,第3类,一直到第9类 理论上我们表定是到第5类,因为 这个考试它有分两个level,一个level是1到5 比较基本的,basic的,一个是1到9 是比较进阶的,你可以考,你可以选 如果你不要一下子那么挑战困难的话,那你可以选1到5 1到5的话相对简单,你考过它一样颁发一个证照给你 可是上面的话会多基础两个字 另外的话,如果1到9,那就没有基础这两个字 不过都是python的证照啦 如果你只是想要拿证照,那你考1到5就好了 如果你要挑战自己的这个极限的话,那你可以考1到9类 它的题目是这样,就是每一类会有10题 10道题,就是101到110,然后到901到910,那总共的话会有90道题 那这90道题我是觉得可以拿来当练功,练功题也不错啦 姑且不论说你将来要不要考证照 反正如果你可以把这90道题做完,然后将来如果考试这样 它会给你一个题目就纸本的,只有题目 题目的话基本上就长类似长这样,就是这边有题目打开来 然后将来当然它题目会有个题目说明,设计说明,输入输出 然后呢,输入要这样,输出要这样子,那如果你可以做出它的题目要求的话 那这个部分就算得分了,那总共的话,一类里面的话 会有10题,总共90题,然后你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比如100分钟之内,假设9类的话,那你要把100分钟里面把这些题目做完 而且并且至少要70分就算合格了 100分钟做9题 做9题跟这样,100分钟做9题太夸张了 做9题啦,10题挑一题啦 OK,10题挑一题 OK,那题目的话以目前来看 目前当然TQC Plus的官方本来是希望说 那个题目每一次都有稍微变动 不过目前看起来好像题目都一模一样 目前,OK 对,然后另外的话,目前看起来的话 目前看起来之前考的都是以双数题为主 目前我看到的,但未来会不会考单数题不知道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通过这个考试的话 其实最好是单双数题都练习 然后你可以先练习双数题为优先 有时间的话再练习单数题 等到你在练熟之后的话去参考考试 那相对的话就是一个挑战啦 OK,所以大家会说明一下 另外的话如果你想要参考答案 这上面有放 上面有放参考答案 至于说后面要怎么做 我想我们后面课程里面有个规划 就是先把今天的部分就是第四部分 我们按照这个一阶一阶 那其中的话呢 第五类就会讲到有关方权 这边翻译叫韩式啦 其实或者叫函数 反正只是翻译名声不同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那我要怎么样把刚刚这一题 有没有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这一个植树判断 把它改写成方权的话 那我该如何做程式的修改 首先第一个 通常方权呢 跟主程式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 那第一步的话这边就要 如果要建一个方权 一定提 务必记得 要放在我们模组的最上面 你不能放下面 主程式才能放下面 方权放在上方 那如果你要写一个方权 写一个函数的话呢 那开头一定要叫df df之后的话 后面就要给一个 它的一个方权的名称 那这个名称要叫什么呢 看一下我跟这边一样 取名称 我这个叫test 假设我这边给它一个名称 我不知道叫什么叫test test之后的话 后面呢 当你加一个后刮符 它会自动跑出一个帽号 你就enter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定义一个方权名称叫test 那特别注意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传一个东西给它 传什么 传一个plugs给它 所以这边的话我就 在这个小刮符里面呢 放一个plugs 意思说我将来呢 可以从我的组程式里面 输入资料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plugs丢给它 它能够帮我做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请你把我们底下的组程式 除了input以外的其他程式 把它放到 放到哪里呢 拖拉放到我们这个function底下 直接拖拉 拖拉就移动 移动过来之后 请你按个tab键 按tab键 按tab键 让它下一阶 因为你要在function里面run 一定要是在下一阶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写好这个 这个function了 但是没有回传值的function 如果说我今天写完之后 我要呼叫它的话 特别说我刚刚写 一定放上面 然后给它一个名称 做底下的事情 这边因为传的prong的参数 跟我们刚刚这个prong的变数 名称是一样的 所以不用修改 因为一样 OK 那如果将来呢 我希望呼叫上面的function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特别说 底下是组程式 我们目前组程式只有一行 就是输入 请输入一个数字 那另外的话呢 主程式在做第二件事 做输出 输出的话呢 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 执行这个function的话 那特别说怎么执行 执行的方法 你就这边打一个 那个function的名称叫test 你会发现 因为你上面 有写了一个test的一个function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会提示 你有一个test 而且甚至把你的那个 对应的那个程式 帮你秀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直接这边点两下 另外 特别注意 这边呢 直接就打prong就好了 那特别注意 这边因为我们 这个prong 输入之后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71 丢过来是71 对不对 那就把这个71的数字 传到这边 所以特别说 目前在这里 这个prong是一个变数 那我如果丢过去的话 那我如果丢过去的话 特别说 到这里的话 它是一个prong的参数 参数就是说 我只是把它丢过去给它 OK 那它会接收到这个prong的参数 底下就可以用这个参数呢 去串其他的东西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这个prong的这个名称 可不可以做变动 这边不能变 但是这边可以变 如果你上面 不要叫prong 如果你这边改成P的话 那特别注意 底下这边呢 记得也要全部改成P 这样才会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呢 你丢给它的这个参数值的名称 可以一样 也可以不一样 OK 这应该 应该可以理解吧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把它先放成一样好了 好 那我们来run一下 第一个 特别说 定义function的方法 记得一 一定是写在上面 第一好 第二的话呢 给一个名称 那把刚刚的这一段程式 直接拖它过来 再来的话呢 因为我们 直接就让它执行 那直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然后又输入一个72 Enter 不是指数 你会发现结果会一模一样 主要是说呢 这个function 我们输入是只是丢一个值给它 72 丢到这边呢 跑的话是在上面跑 跑完之后呢 它就自动帮我把结果print了出来 或者你就要执行 71 是指数 那这种 这个function的话呢 是属于没有回传值的function 所谓的没有回传值是说 我今天呢 我就把这个 把这个值 这个变数丢给你 然后你就做完之后 你就不要告诉我 你就自动帮我把结果print了出去就好了 那这个就没有回传值 OK 有点像 在公司里面老板跟你讲 你做完简报 你上去报告好了 就我不要报告 你上去报告 你反正你就代替我去报告就好了 你也不用回报我了 反正你做完就好了 这样 但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地方是 通常是什么 你把这个报表啊 相关资料 简报的通通做好 然后请老板上去报告 你就帮老板做好 老板只是需要的嘛 上去把它再念过一遍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 你就变成要把做好的东西丢回来 OK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第二种写法 如果我要写第二种写法 刚刚讲是无回传值 有点类似哦 如果你们之前假设有写过VBA的话 有点类似像SUB SUB就做完 没有回传值 那如果你要再把刚刚的这种 没有回传值改成有回传值的话 那你必须要Return Return什么 丢回来东西给我 那怎么Return 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制定函数的写法稍微试试看 画面呢还给各位一下 来写一下 当然会有同学会想说老师那这个地方好像感觉写这样并没有比较简洁啊 那为什么要写成这样啊 因为主要原因之后啊 如果有遇到就是那一段程式嘛 会不断的重复 可能这边会用 那边会用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把它写成一个制定的方式 不然的话你变成那个程式 一大堆都一模一样 那当然哦 就那个程式管理上来说的话 那就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如何把这个地方呢 改成为所谓的制定函数 好了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 早上也许我们就先讲到制定函数没有回传值 那下午的话呢 我们再接着继续看那个有关那个制定函数有回传值的部分 这个我想如果待会有时间的同学可以再试试看 那再来我有把就是Python呢 如果要转成VBA的这个程式上面也有 那下午的话也许我们再来看哦 如果我们再带一个所谓的猜数字游戏 假设我今天希望帮我写一个 猜1到20之间的一个数字 它是乱数出哦 那你要猜要猜正确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写 那其他还有像什么 底下还有几个游戏啊 像猜那个这个这个 英文的月份的部分 这边 OK 那早上的话就先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午的话再继续哦